怎么能定在这儿啊 说话呀 走开了死量仔 哇 男人的声音啊 你扮女人比我扮得还像啊 哇 一只巨鸟 盘点在天下第一中 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 第四位皇子第一号密探成是非 成是非机人巧合下掉入天牢第九层 得到了古三通的毕生功力和金刚不坏神功 一跃成为当时绝顶高手 可他成为大内密探 却是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金刚不坏神功是西宫大法的唯一克星 铁胆神侯想要将成是非除之而后快 刻意提高了考验难度 可由于云罗郡主的加入 让铁胆神侯的第一关 机关剑阵失去功效 他的第二关是给成是非服下春药 要成是非克服自己的色欲 幸好成是非在身上 发现了少林寺的静心咒 靠着静心咒度过了这一劫 至于最后一关 则是要成是非在冰窖石门落下前 取出冰柱内的两件宝物 成是非没有退缩 又在自己的身上寻找 找到了一套昆仑烈焰掌 昆仑烈焰掌 双掌入火化冰为水 几天赛云无辅 六百位军运功入火 昆仑烈焰掌威力不凡 很快融化了两根冰柱 露出了里面的两件宝物 成是非拿着两件宝物 赶在石门落下之前逃了出去 虽然被弄得狼狈万分 可还是通过了考验 欢迎你加入护龙三庄 恭喜你了 你现在是皇子第一号了 成是非通过考验后便晕倒了过去 可等他醒来之后 却发现上官海棠身受重伤 表示出云国刺客来袭 偷袭重创的护龙山庄 还抓走了云罗郡主 成是非没有怀疑 连忙追了上去 与劫持云罗郡主的两大黑衣人展开激战 可两大黑衣人的武功实在高强 成是非多次用出八大派武功 依旧不是两大黑衣人的对手 眼见云罗郡主就要受辱 成是非逼不得已 用出了金刚不坏神功 金刚不坏神功 刀枪不入水火不清 打得两大黑衣人毫无还手之力 未曾想这时上官海棠现身 告诉成是非一切都是考验 两大黑衣人其实是断天涯和龟海一刀 云罗郡主也是在配合演戏 正当成是非圣怒之际 铁胆神侯现身说出了缘由 而且这关考验也是最重要的 身为大内密探 就算你最亲的人也不可以相信 因为出卖你的人往往就是你最信任的人 对呀 你的任务随时都会失败 而且你邪心未尽 你一受到压力 你就会使出你控制不了的金刚不坏神功 别看铁胆神侯说的冠冕堂皇 实际上却是想要消耗成是非 金刚不坏神功的使用次数 成是非被众人联手欺骗 心灰意冷之下离开了京城 后来断天涯带着柳生飘去归影 铁胆神侯明面上的战力不足 于是派遣上官海棠前去带回成是非 曹正纯为了削弱护龙山庄的实力 命令手下的山西五毒铲除成是非 很快将成是非给抓了起来 吓得成是非大声呼救 上官海棠用出满天花雨撒金钱 假扮成自己的师父无痕公子 这才下退山西五毒救下成是非 哪知后面成是非为救云罗郡主 不慎中了五毒的钻心毒虫 剧毒进入任多二脉 被金刚不坏神功当作外力吸收 导致成是非的心智逐渐下降 当一个人的真气和奇毒一起锁住之后 他的心智就会受到影响 成是非现在已经变成七岁小孩子的心智了 而且每一天都会下降一岁 七天之后 他就会死 成是非只有七天可活 上官海棠让云罗郡主照顾成是非 他则是快马加鞭前往黄崩 经历重重危机道出了天山雪莲 云罗郡主为了救成是非 亲自将天山雪莲咬碎位给他 服下天山雪莲的成是非 不仅解除了体内的剧毒 还因获得福功力大增 轻松击败了吴宫和蝎子两人 好像有过内力 要破地而出 这是 这个就是正宗又正宗的少林大力金刚 这哪有 天哪 天哪 天哪